这条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 为福星做准备和定位 准备工作 当我们继续使用以上的主题上时 让我们阅读《立位记》21、22章 这里谈到有关祭司的议题 我们要问自己下列的问题 你知道你就是祭司吗? 你是如何服侍神 满足你周围人的需要 亚伦和他的儿子是蒙招 分别为圣 为神和他的子民负责一项特定的服侍 他们没有选择自己的职业 也没有申请这份工作 他们是按照血统成为了祭司 在以色列 没有其他家族被承认为祭司 亚伦家族是个象征 代表了身为耶稣基督 跟随者的我们 也拥有祭司的职份 如果你是亚伦家庭的成员之一 这并不表示 你就自动获得担任祭司的资格 你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侍奉 这就是立位纪二十一二十二的丰富之处 我们要感谢神 给予他仆人专门的守则 因为他们所侍奉的就是神自己 我是耶和华 新冠肺炎大流行 为耶稣基督的教会 造成了一种新常态 虽然大多数人都在各自的情绪 和不确定的因素中挣扎 但有一件事却是肯定的 那就是我们被呼召 要成为家人和周遭人的祭司 我们不能再逃避这个责任 也不能因为需要侵循社交距离 而把牧羊和门循的服饰 留给牧者和权制同工 我们不应该以普面的眼光 看待行动管制令所发出的明确指示 就是注意安全 既待在家里 反而应该积极地回应 让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 这种情况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 到底神在向我们传递什么信息呢 要记得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都是加入了直高大祭司的家庭 耶稣基督是祭司 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自动成为祭司 我们要珍惜神邀请我们赴世的机会 也必须认识我们所侍奉的主 我们要确定有足够的资格 符合神对祭司的要求 当我们在读立位纪二十一二十二章时 我们是奉主的名来服侍的 要记得祂呼召我们 使我们洁净得释放 以预备好迎节 福星的到来 使祂的名得荣耀被尊崇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杰命 我是耶和华 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 我在以色列人中 却要被尊为圣 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 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做你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